這塊被沙發擋住 主臥室的這個床臉 對 它平常是這樣裝 根本用不到 主臥室現在堆了一些東西 我躺在窗邊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可以講 嗨 大家好 我是阿鳳 還有維甄甄 稍微的平衡報導一下 因為其實還是有一些細節 是我們覺得比較美中不足 然後如果當初有想到這些點的話 是可以再重新考慮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是規劃貓砂盆的地方 當初在想說這個貓砂要留多少公分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用我們現成的貓砂盆去量 然後現成的貓砂盆我們量太剛好了 所以那個空間其實對於貓來說還是有點低 然後讓貓咪進出他們會需要跨欄 對 所以我們後來為了貓咪就把門片拆掉了 拆掉之後會覺得好像不是很好看 好像缺殼壓 對對對 我們在放門片是這樣 就是你其實是可以掀起來的 但是這個設計其實是方便清潔 而不是方便貓咪進出 也許它可以做輕一點就是貓咪可以把它推開的那一種 我覺得重點是空間還是要再留的更高一點 嗯 把它拆開來之後 有時候可能貓便便會被客人看到 我剛剛是先聽過 就是沒有遮蔽會有點害羞 對對對 就是因為客人可能有時候不一定有養貓 他們不懂貓會便便 下一個就是開關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一顆 我可能就會認為有比較像是模型櫃的燈 可是它卻是客廳的燈 對 我就會 欸 我要開這個模型燈 我要給客人看的時候 我就會按了好久 我才終於按到這個燈 開關的設置上 我們可能會想要再讓它可以更順手一點 要在這邊貼一個客廳 然後玄關 我才有辦法知道說我要按的是哪一顆 廚房我覺得就很好 像這顆燈嘛 這個燈就是1 然後2就是中間的燈 然後3就是那個陽台燈 陽台燈 就是當初師傅在裝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跟師傅說 對對對 然後接下來要說的是電視區的插座 簡單的介紹一下就是我們的電視背板後面 有三組插座 然後還有那個線是可以穿過孔 這個地方 然後它就從這個地方 然後刷到下面去 然後下面也有三組插座 但是我覺得 不太夠 因為我們有家用主機 PS4跟那個switch 對對對 所以他們會需要網路線 然後我們的網路孔只有一個 我會覺得好像不太夠用 貓咪在幫我們檢查有幾個孔 對它今天特別配合拍攝 我們到哪它就更到哪 我們可能就目前是買多一點 那種延長線啊 然後或者是插座 電視的那一個可以穿下來的孔之外 另外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可以把線藏起來的 就是到時候預留 我們如果假設買了PS5的時候 擺在那邊就可以線走下來這樣子 因為其實它是可以把主機 偷偷藏在這個櫃子裡面 我之前有拉過 但後來我把主機搬到 搬到房間 你在房間玩比較爽是不是 對可以一邊插攻略一邊玩 然後因為我們有壁掛架 然後它反而把電視背板的插座折住 預留的位置 不要跟壁掛架那麼的重合 因為我們一開始說我們不用壁掛架 斬丁解鐵 對 所以設定是那個時候有問 然後我們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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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來有一天我就突然說 那不然我們還是用低掛架吧 對 然後就把它擋住了 再來一個是什麼 沙發遮住渦塔的抽屜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們渦塔這邊 是有做拉出來的那種抽屜 這一個是沒有辦法拉出來的 因為它被沙發擋住了 不能算是設計師的問題 因為他當初就有跟我們說 好那如果我們這邊窗邊的渦塔要做收納的話 它的抽屜大概會是怎麼樣 會是幾公分 所以你們的沙發呢 就只能買幾公分的 挑了很久其實都沒有喜歡的 那最後就是最喜歡這一組 那我就去衡量說 那如果假設我買了這一組 我因此少了一個抽屜 那我要沙發還是要抽屜 那我最後 對那我最後選了沙發 它的容量沒有到非常大 所以你會覺得說就是在犧牲它好像也沒關係 這也是一個經驗還是要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做抽屜的收納 你抽屜的打開的時候 會不會去卡到其他的東西 空間小所以其實比較容易互卡 那你覺得坐起來如何 覺得蠻舒服的啊 其實它不只寬 它連長都超過 所以我們的沙發是稍微有點突出來一點 但是還好這個走道還是OK 還是蠻寬敞的啦 還有一個就是 當初沒有想著 但是這個沙發顯然成為了大型貓抓版 貓咪超喜歡在上面狂抓猛抓 對 所以阿紅會希望說 有機會重做這個沙發 它其實是可以替換的啦 可以把上面這個布換成貓抓材質 然後上面就會黏貓毛 等一下這已經不是貓毛 這是貓指甲是不是 貓咪小教室 OK 牠們的指甲是像洋蔥一樣 會就是從外層這樣 一層一層剝落 對 因為我自己養貓的人會覺得說 就是要有一些東西給牠們抓 所以我就會覺得那就是 給牠們抓餐桌椅跟握它 牠們一定要壓力釋放的 那如果你什麼東西都是貓抓材質 這樣牠們會很不開心 牠們就會抓人 對牠們就會抓人的腳或者是床 這個是可以替換的 不管是牠的價錢 還是牠其實只是個一套 但是顯然現在已經連內層都抓爆了 看還要露出來了 好這個臭菸肌其實是可以講一下 牠是傾斜的 剛好牠傾斜的位置在鍋子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要撈麵那種 你需要拉很長的 你就會有點卡 所以我們有一天就突然在吃麵的時候 因為鍋子在這邊嘛 然後就夾 然後夾的時候就突然會 有點夾不起來 我那個麵可能只能夾拉到這裡 但是我覺得這是有利有弊 應該說就是這一台 牠傾斜面的特色是這樣 下一個是 主臥室 給我整理一下 主臥室我們是選遮光捲簾 但是要注意說遮光捲簾 等一下 我直接來表演給你看 先開窗啊 特別有幹嘛 這光捲的下面呢 它這個是硬的嘛 然後所以當它 這邊有風 或者是冷氣的風吹的時候 它這個 它就是容易這樣子 睡覺的時候就覺得好吵 超級吵的 然後就會變成你要嘛 你就是把它整個拉上去 要嘛就是把它拉下 床為了配合梳桌 我們床是靠床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設計師有跟我們說 可是這樣床靠床會很不方便 原來我睡在這個位置 我只要一翻身 我就會打到那個捲簾 翻身就會A到 然後就會叩叩叩 然後我就會被自己驚醒 這可能會拉到這邊 對我翻身的時候才不會去A到 對 可是這樣又來了下一個問題 就是睡醒的時候 大概早上7點多 我就會被太陽曬醒 如果再重弄一次的話 也許我們會用一些比較輕柔的材質 你知道 你拉起來的時候 這個東西在那邊彈 他們都對這個沒有興趣 其實那個東西是分隔線啦 它是一個標記 大概就是這邊吧 還會有一個缺點是 冬天的時候會有那個 那是露水嗎 嗯 就室內溫度比較高 然後比較潮溼 然後再加上外面比較冷 所以床邊就是這邊都會有一層那個水 然後那個水會把棉被弄濕 所以非常麻煩 然後常常那個睡醒的時候 會擠一罐床單濕的一天 對 覺得變成床單啊什麼棉被要常常洗 所以如果大家在裝潢 或者是在規劃房間的時候 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床靠在床邊是不是好吃 不過其實睡在窗戶旁邊還是滿夢幻的 就會覺得 醒來的時候會覺得很開心 你會有一種無邊際的感覺嗎 對 類似無邊際用 但是你想要享受這個無邊際的床的時候 你會 就是會遇到以上這些缺點 這樣要吃我嗎 吃我兩個好 吃我我覺得值得講的就是 插座我們一開始覺得 我們設置的滿多的 可是我覺得 多跟位置對是兩件事情 我的話我會覺得 我需要有一些插座在桌面上 但是當初我們所有的插座都是設置在桌面下的 所以其實 像比如說你手機要充電啊 或者是你一定是想要插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那麼的方便 對 所以如果讓我再重新思考的話 我會希望有一些插座的位置是在桌子的台面上 這時候是我房間 平常大概剪片的時候我喜歡開這個燈 就是會比較 我覺得氣氛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有時候剪片剪累 我可能就是躺在這裡 還不錯 然後通風也滿好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貓咪在這裡 因為他們覺得外面那個鳥叫聲很可愛 那時候我們算是做了滿多櫃子 那目前使用起來我覺得 它看起來確實是會比較壓迫 但我目前覺得 因為我在工作我是覺得還OK 有很多人會很好奇說 這個握榻收納到底好不好用 目前為止我沒有覺得特別不好用 因為底下都是放一些行李箱啊 平常不太會用到的東西 貓砂啊 我們做了很多櫃子 然後在運用上面 我覺得其實我們也可以再優化 剛剛講的那個行李箱嘛 其實我應該把它放在更不好開的地方 像外面的櫃子 這個櫃子就是我們屬於會比較常 容易開到的 然後放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有點可惜 我的第一本德語課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覺得一些 美中不足的小細節啦 這整個裝潢上面大部分我都還是蠻喜歡的 當然我也知道就是裝潢這種東西 你一定沒有完美的 因為你設計之後你還要施工 然後你施工出來的可能跟你原本想像 又會有一點落差 其實很多東西其實都 是設計師已經有提醒過我們 就像是我說的 買房子你是取捨嘛 那你裝潢也是取捨 因為你房子小 那你可能 你有些東西勢必要犧牲 那就是我選擇 像是我說的那個 我床靠床 這一點我覺得就是有差 就是為了讓你桌子有空間嗎 對 又有更長花時間在那個桌子上 好OK 好我們下次見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了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跡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新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曉玲 全球政經珠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們知道 這個池子的水呢 變錢 就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無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文化 掌握肩肉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政經週報